大家好,我是阿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在学中文时的经验 当我刚开始学习中文时,我遇到很多困难 中文在文法、协作和发音上 几乎每个方面都与俄语非常不同 所以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跟上学校的课程 即使到现在,我仍然只是在学习中文 在这个影片中,我想分享一些对我来说很难理解的中文 这些课程让我在学习的一开始就感到恐怖 在影片开始之前,假如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按下小铃铛 好,第一个对我来说很困扰的课程是不好意思 也许你总没想过这个频道会对外国人产生困扰 但是这个频道对我来说真的很难懂 当我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我学了很多基本的单词 但是当我学到这个频道的时候,我很难理解它的意思 因为我总是根据每个单词的意思将这个频道翻译成不好的意思 有一次我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一个朋友邀请我和另一个朋友在市中心见面 我接受了这个邀请,然后到市中心准备见那个朋友 因为那个朋友有一点晚到,所以一见面对方就说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但是我的大脑真的崩溃了,因为我按字面意思翻译了这些字 也就是翻译成不好的意思 所以我因为那个朋友认为我们的见面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他不想来的原因 但是同时我也不认为那个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会说这样负面的话 因此我用手机查了一下中文单词 后来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个频道是表示对不起 还好查了这点,不然当下我的反应可能会闹出不少笑话吧 接下来第二个让我困扰的中文是有关家庭成员的名称 我认为在中文里有关家庭成员的单词是非常复杂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种情况 刚来台湾时,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新朋友 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做自我介绍,并谈谈我的家人 简单的自我介绍是学习中文最重要的主题 因此我要简单说出我是谁,来自哪里 当我想说一些有关我妹妹的事情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因为我不知道在不说出年龄的情况下 要怎么说出中文的妹妹这个单词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常常将片语从母语翻译成中文 俄语和英语一样,我们经常使用sistra 英文是sister,或brad 英文是brother 之类的单词,来简直兄弟姐妹 因此我也认为中文也只选择这种方式来称呼家庭成员 但是当我问台湾人怎么将英文的my sister 翻成中文时,他们似乎也有点困惑 不过仍然有人给我建议,翻译成我的姐妹 但是当我说我的姐妹时,听起来很怪,很不慈然 因此我得到一个结论 学习中文的家庭成员时,需要学习两倍的单词量 这对刚开始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来说是蛮困扰的 在台湾有一个特色的食物,这个食物是俄罗斯没有的 至少我在俄罗斯没吃过的,这个食物就是甜不辣 所以第三个让我困扰的中文是甜不辣 甜不辣非常好吃 当我第一次吃这个食物的时候,我就喜欢上这个口味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名字 有一次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想吃甜不辣 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我问他 那么你到底想吃什么? 这是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甜不辣是个名字 我以为我的朋友只是告诉我 他现在很想吃甜食而不想吃辣的东西 但是当我发现这是一种食物的名字时 我想请自尝试一下 我可以说,这真的不辣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叫甜不辣 我一点也不觉得它很甜 因为我不知道甜不辣是有什么制作的 但是它是非常可口的食物 接下来,下一个让我困扰的中文是加油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评语时,又让我感到非常困惑 我是按自明意思翻译的,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加油 当时我跟我朋友讨论的事情有时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他却说加油 所以这对我来说真的很奇怪 后来我在字典中检查了这个评语的意思 发现另一个意思是加倍努力 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表达方式非常准确 因为怀疑做模式或几乎失去动力的人 确实需要获得一些额外的能量 来使自己恢复动力 所以加油,这种表达真的很有意义 最后一个让我困扰的中文是我知道 之前我无法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 我学了一条讯息给对方 并告诉他我无法参加的原因 后来我从他那里得到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 那个时候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个答案的含义 当时我很困惑 因为我认为对已经知道或之前已经听说过的事情才会说我知道 所以我一开始认为对方早就知道我不会来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在我告诉他之前 就知道我不会参加这个聚会 因此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很多年 直到后来有人跟我解释 我知道一直可以用说OK我懂了 那个时候我才了解这个评语的用法 我只能说中文真的好难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今天我分享了五个让我困扰的中文评语 不知道你们在学习其他语言时是否也有同样的经验呢? 假如有的话请在下面留言给阿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咯 拜拜